欢迎收看健康心经 1.注意脚不保暖 晚上多用热水泡脚 即可通经活络 还能缓解疲劳 促进下肢血运循环 减轻肾脏负担 2.保证良好的睡眠 和其他内脏器官一样 肾脏也需要足够的休息 才能维持正常运行 长期熬夜晚睡 会迫使肾脏长时间工作 长期下去自然容易出现损伤 3.多按摩腰部 腰围肾腐 日常可将两手搓热 按摩腰部促进血运循环 此外 三件肾脏害怕的事情 日常生活中能免责免 1.盐收入过多 会影响体内水分代谢 导致肾脏功能减退 增加高血压风险 2.蛋白质过量 会加重肾脏负担 造成肾小球损伤 同时过度滋补 同样会增加肾脏负担 所以不要盲目大量进补滋补品 3.过度取水 会影响毒素的排输 损伤肾脏 日常除了要注意按时补充水分 中医还推荐可以喝些茶水 可以准备枸杞 桑肾 红枣 黄金 覆盆子 马卡粉等食材 按照科学的配比制成茶包 更方便日常饮用 每天开水冲泡两至三袋 肾脏会慢慢强壮起来 因为这些食材中枸杞可以明亮眼睛 补肝肾不足 桑肾滋养肾脏 增强肾阴 让男性肾脏更强壮 人体二日八天一个循环 矜持一个月 等你好笑气 好了 本期的养生知识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多点赞 多转发 多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就点个关注吧 谢谢观看